接下来看一看线程的优先级 Priority 在多个线程同时执行时 线程的调度器会根基优先级 优先调用级别高的线程 这里面强调的是优先调用 但是不代表绝对的先后顺序 优先级高的调用的概率就大 优先级低的也不是没有执行的时机 只不过那概率低一些 这就相当于你想挣500万 你买了一张彩票和你手头握有一千张彩票 那这概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优先级只代表一个概率 这个优先级在我们现实中也随处可见 比如说Lady First 孩子优先 老罗病产优先 你挤公交挤地铁都发现了有专座 当然你一屁股也可能做得下去 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我们来通过例子看一看效果 Priority Test 现成的优先级 这个优先级取值范围它是数字1到10 在API里面提供了三个长量 供我们操作 这三个长量 NormalPriority MinPriority 以及MaxPriority 显然这三个字呢 它就是10了 它是1 它是5 默认的是5 默认的是5 所有线程默认都是5 我们来看一下 Sled Sled NormalPriority T1 T1 等于New Sled T1.Start 所以我们这里不用匿名是因为待会呢我要创建多个线程并且我需要借助线程设置优先级 所以我们都没有用匿名 所以我们都没有用匿名 运行一下 来5 好我们这里面呢加一个名称吧 Sled.TalentSled.GatName 有问题吧 再运行一下 这就我们的名称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写多个线程 多写几个 23456 写6个吧 然后分别启动 只有线程越多优先级我们才看得更明显 好 现在呢我们来设置优先级 注意我们强调一下 设置一定要在启动之前 在启动前 T1.SetupPriority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参照物 以这三个值为参照 或者呢你直接写 大小也行 写数字也行 Sled. 注意这个设置呢 不能超过它的范围 比如说我想设一个11 它会报错 看到没有 状态不对 再运行 没问题 其他的我们也来设置 T2 T3 T4 T5 T6 然后我们这里面前三个是max 后三个是min吧 走 相应的都设置成功了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的优先级 我们说过这个优先级呢 不代表先后顺序 代表了什么 概率 优先级高的 执行的时间片可能多一些 可能早一些 不代表绝对的先后顺序 什么意思 优先级低的也会执行 不是不执行 只不过执行的少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三个优先级低的 我们来看效果 好吧 我们这里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这样吧 加一个离浪 slid.io的 离浪一下 可以吧 再来运行 来 看一看 来多运行几次 我们发现的优先级高的 在前面的概率多一些 看到没有 这个名称呢 我们改一下吧 设置一下名字 比如说 阿迪达斯 耐克 现在物质很丰富了 大家很幸福了 我们那个年代呢 梦想的就是拥有一张回礼的球鞋 大家听过没有 回礼 这个回礼呢 是上海的品牌 有很长的历史 经历过大起大落 有过倒闭 现在在08年之后呢 重回民主舞台 大家可以多支持一下 这是我们那个历史的回忆 你们都在这里 对吧 来继续 领零吧 双心 还有标码 PUMA吧 来运行一下 多运行几次看看效果 我们就能发现呢 概率大 是指什么意思 你的优先级高 概率就大一些 不是指你代表绝对的先后顺序 你看 它是不是也在后面呢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优先级 大家呢 一定要记住我们说的 第一 优先级必须在一到十之间 你这里可以设数字 好吧 你直接设个数字也是一样的 一般来说呢 见名之意 可以用长量 对吧 以它为基整做设置 第二呢 它只是一个概率 概率高的 它可能先执行 概率低的 不代表呢 不会执行 这是我们要强调的 好吧 好把这个优先级呢 理解一下 好把这个优先级的 优先级的